OK 各位大家好 我是姊珊 我們現在很久沒有坐在這邊拍影片了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不是我們的夜間廚房 OK 我們今天玩具都放在桌上 但是來拍我們這個玩具開箱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開箱新的玩具 我們是要把我全部的玩具都一次給它開箱起來 因為前陣子有觀眾說 在我的IG的你問我的 我們回答觀眾問題的時候 就有觀眾說 姊珊們想看你全部玩具的開箱 沒有問題好不好 我們拍一下 我們拍一下全部玩具的開箱 OK 我們這個九尾的這個 體積真的很大 連我這個俊俏的臉盤都會擋住 真的是 強著我的風采 OK 那今天這個除了開箱我的玩具以外 就是全部玩具以外 我應該還會再稍微顧一下價錢 看一下我到底花了多少錢在這些玩具上面 看一下我到底該剁幾根手指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一介紹我全部的玩具 Yeah OK 那各位 你們首先看到 就是我在這個 好像去年的時候開箱的這支酒喇嘛 好不好 我們這個巨宴的酒喇嘛 然後它的金額呢 是 兩萬一千九 當初買兩萬一千九 然後 那個時候 因為它限量一千支嘛 全球限量一千支 然後那時候 我看就是很多 蠻多人就直接把它炒價炒到三萬 然後剛剛稍微瞄了一下 現在的價格約約是在兩萬五左右 但是呢 我是不會買的好不好 而且我這支應該也是不能賣的 給各位看一下我這支目前的狀況在哪裡 我這一支呢 你們現在看到這邊 這裡 它有兩個電池墊起來 原因是因為我這一支 它的這個 身體好像 因為尾巴太重了 所以說 因為我歪掉了 它已經歪掉了 所以我把電池拿掉的話 我的尾巴會碰到這個 碰到這個 桌子 然後它的身體就會浮空 然後前腳跟 前腳的身體就會抬起來 所以說呢 我這個平常呢 我放在另外一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是下面有墊一個 呃 這個石頭 就是一個平的石頭 一個大塊的石頭那邊 就是讓它可以 這樣子 完全的立起來 然後 不會影響到美觀的問題 對 那只是因為我剛剛拿到桌子來 所以說呢 我現在必須用這個電池墊它 對 那這一隻的話呢 我個人是 相當喜歡的話 即便它現在有這個小缺陷 但是我個人是 還是非常的喜愛 然後再來 介紹一下我們的 海賊王系列 那海賊王系列呢 就從我們的這個艾斯開始介紹 那我們這個艾斯 就是 呃 有在看 有在看海賊王 就是阿拉伯斯坦的時候的穿著 對 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艾斯已經離開我們 十年那麼久了 這是光陰式炮彈 好不好 我們現在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十年的時間了 大家 嘖 如果你現在十五歲的話 艾斯死掉的時候你才五歲而已 然後 我那時候是 國中生忙 那時候還是國中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真的是 天啊 願不太能接受 當然 呃 看了一個這個 它現在最新的那個電影版 最後那一幕 喔 天啊 無爆雷 好不好 但是 看到是真的會感動 ok 然後呢 這一隻價錢那時候買大概是 四五百塊吧 我們給它 戰兵在五百塊左右 然後呢 索隆 那這隻索隆的話呢 它的臉是 有點崩啊 我個人是覺得 雖然說臉有點小崩 但是基本上其他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蠻帥的 它這個裸上身的部分 然後這個刀這樣翻 把它這樣插著 帥 那這個價錢我記得那時候買的 大概也是 落在五六百 所以我明天給它收了五百塊 好 再來我們這隻薩波 我跟你講這隻薩波 我跟你講我絕對記得它的價錢 那價錢那時候好像是一千還一千一 反正就是 狗幹貴 我也不知道當初怎麼會買下去 好不好 這隻薩波 它的價錢雖然有點高 但是 你各位啊 看一下它臉上那個疤 它那個疤 我傻眼 那個時候呢 我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 我就想說 欸薩波 欸 很難找啊 終於找到一隻了 然後就買下去了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才在一直深思熟慮一些事情 我當初為什麼會 選這一隻 我怎麼不要再花多一點錢買 這個臉部精緻一些的薩波 所以說呢 這隻薩波是我唯一裡面比較 呃 算是最後悔的公仔 但是還是有愛 還是有愛好不好 因為它畢竟也是 放在 放在我家那麼久了 那每隻公仔 它都是有它的感情 那個時候也是 三隻放在一起瘋狂拍照 好不好 也是帥 只是就是 嘻巴的部分小後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魯夫 魯夫的話 那時候 自己的價錢好像是900塊錢 對那 這一隻魯夫 它的這個造型 這個Skin 我個人就真的是 不太了解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海賈王它的 電影版的話 電影版的話 其實我只有看 就只有那個 最新的那一部 跟那個 他們上一部吧 還有那個什麼黃金的那一個 我也比較有印象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 我是沒什麼在看 那它的漫畫呢 我還是有在看的 就有它電影版 跟動畫的上面來看 所以說我對面海賊王的情懷呢 是 漫畫 那灰能者的話 是動畫跟漫畫 都有 對 好 那接下來我要再介紹一下我後面的這些玩具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介紹他們三個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三個呢 分別是我們的這個 猛毒屠殺 這是我們的 滴都靈 OK 那我們第一個 入手的超可動玩具 就是我們這一隻 猛毒 那這隻猛毒的話呢 我個人是因為 看完那個猛毒的電影之後呢 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 所以說呢 我就開始去找它的玩具 結果一找到 喔不得了啦 只能說 幹這隻海洋堂的 三千塊也可以買 海洋堂的那個可動 什麼都蠻強的 要買一波 然後買的時候就覺得 哇 人家真的太香了 實在太香了 這是從此開啟了 我玩可動玩具的這個 一條不歸路 OK 然後再來就是屠殺 那這隻屠殺的話呢 它也是海洋堂 然後價錢只要一千八百塊 我個人覺得也是非常 非常的香啊 哇 真的是香到爆炸 這個 有玩可動的我覺得 應該 Kat就買一隻 雖然你對它沒有什麼連結 但是 它就是帥 它就是帥 好 那再來就是這隻蜘蛛 這隻蜘蛛的話就沒啥好講 這隻蜘蛛的話就沒啥好講 這隻蜘蛛就單純因為 有屠殺 有猛毒 兩隻蜘蛛了 那再來一隻 那再來一隻 有點二打一的概念 好不好 那這三隻的價錢加起來 大概是落在 三千一千八 當然是多少錢 四千八 然後這隻大概兩千塊錢 所以說四千八 六千八 這三隻加起來大概六千八百塊左右 好 然後再來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 龍珠系列 龍珠系列的話 主要介紹這四隻 主要介紹我們這四隻 我們的這個 蒲 沙彈 蒲 跟我們這隻悟空 好 那首先這隻蒲 我們第一隻 這一隻 SHF的蒲 它那時候 剛出的時候價錢好像還蠻甜的 才一千八百塊左右而已 好像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 我那時候第一波預購的時候 我是沒有去預購的 我那時候在官網 結果預購結束之後 大概收到貨的時候 因為 真的是 太好玩了 太香了 所以這次的價錢 最近被炒到三千塊錢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有點 故意炒高價的那些人的價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算了 我就三千塊來買一隻 結果只能叫我 他跟我說先不要 他說這個 他有看到一個賣家 只能到兩千五百塊左右的樣子 所以說 他叫我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在別的地方下班 快跟那個賣家 聯絡一下 看他還有沒有貨 然後 就跟他買 那時候他只能幫我審 拿兩千五百塊錢左右的樣子 所以只能 三千塊喔 然後呢 這一隻 普 他跟我們的這個 殺蛋 三 我覺得個人是非常配的 好不好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殺蛋 因為他畢竟是好朋友 對 那這隻殺蛋的話 他的 買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有附這隻狗狗 這隻狗狗 附在裡面 所以說這樣 這一隻殺蛋價錢 是兩千 也是兩 那時候買的是兩千三百塊 對 確定是兩千三 所以這兩隻加起來的話呢 就是兩千五加兩千三 大概也花了大概我四千八百塊 好 然後再來是這隻小隻的浦屋 這隻浦屋的話呢 它是 磁鐵的 它是磁鐵的 它這個 頭啊那些全部都是磁鐵的 手一隻也都是磁鐵的 對 所以說 我那時候買它的時候呢 價錢其實也不貴 那時候是用標價的方式 然後我發現最好笑的是 這兩隻浦屋呢 已經大概死個一年多的時間 結果 欸 等我 標成功之後我才發現 賣這隻浦屋的人 就是這隻浦屋的賣家 對 所以就跟他稍微就 又 小拉了一下 然後發現他其實 好像蠻多這個 浦屋的東西 他也是非常喜歡浦屋的一個 我的一個同好 也是愛浦屋的男人 讚 浦屋可愛 好 但我自己 我個人是 只愛胖脯屋 對 好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這隻悟空 這一隻悟空的話呢 是在日本的時候買 就是我們上一次去日本去那個 秋葉原的時候 準備要走的時候 那時候 有看到一隻這隻悟空 覺得我好帥就買了 這隻悟空我記得 換成台幣 好像才750塊錢而已 很便宜 所以750 然後48 然後大概 我記得這隻也是2000多吧 好像算2000 所以這樣多少錢 4 8 2 6 8 加750 6 8 7 7500塊錢 欸 有這麼貴喔 OK 那就加剛剛這邊這個 然後加我們剛剛下面那隻 9 9 9 然後我剛剛就說 那幾隻海賊 加一加 我給他算2000塊 所以我們目前花費是 三萬八千兩百五十元 大約 大約 好 再來呢 我們這邊有兩隻海賊王的 這隻魯夫呢 我是用 一百塊還兩百塊日幣夾到 我到時候跟我朋友去日本的時候 我去東京鐵塔那邊 這個海賊王展的時候夾到的 對 就莫名其妙突然把他那個 編號夾出來 結果就抽 就夾到這隻魯夫 我個人覺得那時候真的是 靠賽天王 運氣稍好 然後再來這隻老沙的話 其實價錢大概是四五百塊而已 也是非常便宜 那 這隻老沙 我喜歡他的原因是 因為他在這個 果實的 狀態下的這個 呈現方式 我覺得動作很帥 之外呢 他這個沙子呈現的方式 個人覺得摸起來 超級 超級酷 超級屌 所以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所以說這隻 魯夫我們就算是他不用錢啦 我們再加五百塊 老沙的錢 然後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三隻 再來就有三隻這個 賽亞人基本上是無價的狀態 這三隻 我必須講一下 這是子恆的收藏 然後他送給我的 他愛 他也愛賽亞人 可是就是說 他收集的品項就是一群超級英雄 就Marvel那些的 或是 蝙蝠俠這樣子 所以說他就是 想說這種日系的就給我了 那這三隻是他魔改後的樣子 是真的帥 真的帥 可以了解一下 到時候 再用一個鏡射圖給你們看 再來呢就是我們這個 第一格 那我們的第一格 這個是邪惡第一格 然後 為什麼我也覺得可動玩具好玩 是因為你看 他可以擺出這樣子的動作 其他那些竟然是不能擺出這樣子 自己隨心隨意想擺來的動作 對啊 所以說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可動玩具 那這隻那時候跟買家買的價錢 我記得 也不貴耶 是一千多塊錢而已 一千多兩千嗎 好像是吧 反正算個一千 我們算他一個一千塊就好 算他一千塊 好那接下來呢 介紹下面這一排的東西 再來呢 就是下面第二層 那我們這一層的話 這一區呢 就是我們的扭蛋區 這一隻是確定是兩百塊錢 然後其他應該是六十塊左右吧 這隻多少我也忘了 反正六十左右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就是 四百二加兩百 所以說這邊大概是六百二 對 好 再來呢 後面這兩隻 就是我們在日本 我們在前草那邊買的 這個是金川藝人的盔甲 跟真金新春的盔甲 那這兩隻價錢多少 其實也可靠了 對 那我們就給他抓那個大概 應該是低估啦 我猜大概應該 500塊日幣吧 500塊台幣 所以這樣這是一千 好 然後這個呢 我就完全忘記了 這個真的是完全忘記 這是一個音樂盒 它可以轉 其實現在就單手攝影就不裝了 對 然後跟一個 欸 也是日本買的這個 是福氣貓 一隻 然後跟這個 無鏈藍 這是無鏈藍呢 跟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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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東富海牛 這三隻也都是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這三隻的價錢 我記得都 還可以接受 這隻換算台幣是 1000塊錢左右 這隻 這隻好像是320塊 然後這個的話呢 我記得 有點 有點價位 好像不便宜 我記得好像是3400多 3400日幣 所以說台幣也是1000多塊 然後呢 再來這些就是鋼彈系列 那鋼彈系列的話 我個人基本上是 是毫無連結的 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 一個青少年 房間一定要集齊人 所以我就 賣植鋼彈 組一下 因為我對鋼彈系列上是誰看 我只知道這隻是 00亮子型 然後這是 紅藝端 然後獵魔 然後再來這邊這三隻 全不知道 然後前面這三隻 是這個 也是在日本買的 那個盒丸 抽到了三隻 然後這隻呢 就是我們的 這個 邪惡米老鼠 邪惡米奇 這隻是真的很帥 這是我們去 星通塔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買的是 5000日幣 還可以啦 真的很帥 好 那再來帶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個 電腦桌那邊的玩具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這是我們這個 電腦桌這邊的玩具 電腦桌這邊玩具 這一隻戰鬥暴龍獸 應該 有曾經看過影片 就不陌生了好不好 這一隻呢 那時候剛出的時候 真的是被人家 相報好不好 那時候 我買900塊 然後那時候 瞬間被吵架 吵到1500 還好那時候 我有預約 這隻是 900塊的 戰鬥暴龍獸 然後這一隻 奧米加獸 是我最近買的 那為什麼我會最近買它 因為這個 鋼鐵加魯魯 今年 六月就出了 好不好 所以想說 唉 雖然說這隻奧米加獸 沒有很香啦 但是 竟然都已經買了 鋼鐵加魯魯 然後又有 這隻戰鬥暴龍獸 他們合起後的奧米加 我沒有理由不買 所以我就買了 那就是 那時候買的這件是 890塊錢 很可憐啊 真的可憐啊 這隻 價錢 比 這張暴龍獸還低 這張暴龍獸真的是帥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OK 好 各位 這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 來了各位 這個是我目前 最喜歡的一個系列 各位 這個系列 真的是花了我 超級 超級多錢的 OK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最左邊這隻 這個是 巨蟹座的 Disk Musk OK 這個 這個 那時候買的價錢 是 3400塊錢 我個人覺得它的鎧甲 是超級帥 只是說我不知道什麼 它的價位 算是 這個神聖衣裡面 算是 低價位 算是便宜的 3400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愛歐里亞 這愛歐里亞呢 這個是在 也是在日本買的 對 這時候 那時候日本買的價錢 也是接近 4000塊台幣 OK 那 愛歐里亞它的這個 素體是真的比較軟的 所以說 我就 只能幫它做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我本來想說做得更誇張 可是沒辦法 OK 再來就是我們的 木 木也是在日本買 木那時候算成台幣好像也是 接近4000吧 我記得3000 3600 還是3700 這樣子 對 也是在日本的玩意 也是帥帥的 那我是覺得 很多人說木 木不要戴頭盔比較帥 可是我是覺得木戴頭盔 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氣質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童虎老師 童虎老師 是他們裡面 目前這景之間最貴的 童虎老師 總共是 6000塊台幣 那時候是買 6000還5800 我忘了 反正它是裡面最貴的 童虎老師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卡妙 那卡妙的話呢 它價錢其實也低 你知道嗎 我記得它那時候買 好像是4800 這樣子 可是 整體來說這幾隻全部 我覺得它是長最醜的 它是長最醜的 OK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覺得 雖然說在裡面長的是最醜 但是它還是帥 它還是帥 就只是它的那個聖衣 神聖衣的部分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其實它跟它原本的聖衣 原本的聖衣模式其實 沒啥差 沒啥差 所以說 以整體來說的話 個人是覺得 它的CP值最低 CP值最低 那其它其實是真的 帥 OK 所以這邊這幾隻加起來 價錢應該已經 也破萬了吧 我們全算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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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2000 何況這隻還 5800 6000 然後 37 36 35 5左右 34 全部加起來 在裡面也是要吐血 好不好 所以說 這就是我目前全部的玩具 那我們現在去總結一下 我們總共花多少錢 好了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 前面的玩具介紹 已經介紹完了 那你們剛剛這個價錢 金額算一下 大概是7萬1000塊錢 等於說 我現在從 買 第一隻玩具到現在 其實也花了不少錢 如果我把那些錢存下來的話 應該 也是蠻快樂的一件事情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前面也不見了 我們直播裡面 我們喜歡的樣子 這些都是我們喜歡的樣子 OK 那剛剛還有兩次 可以介紹到 就是這個 八思光年 這是我們的胡迪 這個 7分1是有加上他們兩個的金額 因為這一隻 這兩個呢 加起來是3000塊錢 因為一隻是399塊港幣 對 是迪士尼買的 所以說也是蠻貴啦 對 那 這一次這個影片呢 我是沒有把那個 我還沒到的那幾塊去算進去啦 那如果算進去的話 價錢 可以飆到8萬多 但是 一樣 沒關係 一樣是變成我喜歡那樣子 所以都不搭檢 OK 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的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來了 就是 算是一個斷捨移的部分 好不好 因為這個 空間就是這樣子 這個房間的大小 我玩具會繼續增加 那勢必有些玩具 如果真的 放不下 我們也必須要淘汰掉 要虛 賣掉啊 或者是送給別人 但是其實我也想到 要送給誰 你知道嗎 所以想說就是跟他送給觀眾 因為你叫我用賣的 這幾隻 我也沒有盒子 賣那 賺那 一兩百塊錢 幾百塊錢 我覺得也沒那個必要 對 而且 嗯 我也不想要丟掉 因為丟掉的話 捨不得 也捨不得丟 但是 如果是送給 對他們 對海賊王 真的有愛的觀眾 我個人是 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說我們今天呢 要把我們這 四隻 艾斯 魯夫 薩波 跟碩龍 直接抽給你們觀眾 那 我也沒有要抽 為什麼四個人 我就這四隻 做一組 我就直接抽一個而已 然後 買四送一 這隻 這隻貓女我也會送 因為這隻貓女呢 聽小毛昌說是刀劍神域的 但是我基本上 我個人是沒用刀劍神域 我只是那時候在 那個 秋葉原那個SEGA那邊 無聊這樣 啪 敲一下就敲到他了 然後 我覺得說好吧 不敲到就再回家 對 那這隻呢 完全是零共鳴的角色 所以說這隻也抽掉 而且 我也不喜歡女角 對 我也不喜歡女生的公仔 就直接一起抽一抽 OK 那 嗯 抽假方式呢 其實就很簡單 就一樣在下面留言嘛 因為你一定要留言 他才可以 他才能抽得到你 那你們就可以去 下面 留言當個分母 當個分母 那 當然是 希望各位不要重複留言 因為你們重複留言 我是看得到 那重複留言的人 如果抽重複留言的人的話 那個人 就自然就直接 再抽下一位 對 OK 好 就這樣 那希望 是 真的有愛的觀眾 再來抽這個東西 好 那你們如果 如果你們要賣 我也是 沒意見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盒子 不要先你們賣一個 賣一個不是什麼價錢 應該也沒什麼要收 而且 我也翻過家 所以說這些玩具 他們基本上都是一些 小調心 不會建議的 再來收他們 會比較好 對 如果你們是那種 比較 吹毛求吃的 我個人就比較不建議你們收 因為你們可能會覺得 哎呀 怎麼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的那個 塗裝 有點小調 其實你不喜歡啊 幹嘛有的沒的 那這樣子的話 你乾脆就 不要 當然不要 你現在自己去買個新的 會比較好 OK 那就這樣子啦 那 喜歡的人呢 就在這邊留言啊 那我們 現在也蠻累的 現在已經蠻晚了 要準備 要去洗洗睡了 各位 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子 那假如我喜歡我的影片 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覺得 我們下次見 就好 就好了 就好 就好 我們下次見 轉